好 來介紹這款由凡呆所推出的MG等級的真武者玩泰武 MUSHA GONDAM 從鋼彈變成SD 然後又從SD逆流回來的這個真武者玩泰武 那這也是我的好朋友牛牛搬家初清出來的 他就是清出了一堆3G的還沒組的東西 問我哪幾款有興趣 讓我自己挑 好 我就只要付運費就好 耶 感謝乾爹 這款MG的舞者玩泰武啊 我看他說明書他應該是2008年推出的 所以也是老模了 那我就覺得他的表現真的就是非常的老模劇 就是他會有大量的左右盒 然後他的湯口也是幾乎都是光明正大就留在正面給你 像他手臂這裡這個金色的湯口就是超級明顯 然後他的身上的紅色零件倒是長的比較好 可是像他的腿部這裡就真的是很明顯的左右盒 左右拼盒這樣 所以他就是我在拼這款的時候就很有一種 哇 這是Motoroid的感覺嗎 原來Motoroid只有本來2008年的水平啊 這個大量的左右盒然後大量的湯口 然後他真的就是長都不長這樣 像他身上的這個金色這個有點類似家輝之類的文章啊 他也就是一塊金色的零件 所以裡面這個黑色就都是我自己筆圖的 雖然他都有把那個高低落差做出來啦 可是因為這零件其實非常的細 所以筆圖這塊也是蠻花心思的 那他也沒有給你貼紙讓你補這個黑色 所以這邊真的就是只能靠筆圖 我覺得這個 設定這麼細緻的東西 但是要靠筆圖去表現也是有點討厭 然後可能是因為他是從2008放到現在 也過了十幾年了 所以他的塑膠應該是有劣化了 我在組這一款的時候他身上這些金色的管道就非常容易斷 因為他本身金色也變成了一個很暗淡的金色 可能是他原本的塑料有氧化掉了 那我就是幫他薄薄的噴了一層這種暗淡的金色 香檳金 那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為我幫他噴漆 還是他真的塑料脆化了 反正就是有些地方他真的是一捏就斷一捏就斷 然後像他肩膀這裡 這塊我也捏斷了一邊 然後他肩膀這個管路我兩邊都有斷 那我都是直接用瞬間膠把它黏起來 還有他膝蓋這個文章我也是壓下去的瞬間他就直接斷 就這款模具老實說在這種地方 不知道是他塑料本身有問題還是真的 這個畢竟已經放太久 那拼好之後 外觀上我是覺得還是很帥就是了 這個外觀真的 把武者的元素融合的超級好 然後像他的武器啊就都有用電鍍零件 這個電鍍即使過了這麼久也是非常的閃亮亮 完全沒有受到時光的影響 太神奇了 像他的槍這邊啊這些金色我就都直接是用金色鋼彈麥克筆下去補 他有附貼紙可是我就是用筆圖比較實在 那這一隻身上 組裝上除了這些金色的容易斷以外 他還有一個讓人覺得很討厭的點是 他的內部骨架不是重新設計的 他內部骨架是分別用了兩款舊的MG的模組下去補 其實我就會覺得他會有一些跟他的舞者的這個外皮不搭掉的地方 譬如說像他的腿 他膝蓋這裡啊你彎著的時候 這邊會有一個抑壓感這種 這樣整個折到底會最明顯 他會有一個這個抑壓感這樣冒出來 可是這個抑壓感就是會跟我們熟悉的連著他上面這塊位移下來的那種連夠沒有關係 他就只是純粹這樣子的抑壓感的移動的結構而已 那這個抑壓感的結構啊 除了上面這一段以外 其實下面這裡也有一個一模一樣的機構 可是他下面這一段 就是你腿凹到可能大概凹到這樣子的角度 他就會卡住 那你如果要把他整個硬壓下去 就是其實不曉得鏡頭前看不看得出來 就是這裡會有一顆球頭對不對 理論上下面這裡應該也要有一個球頭 可是他就是在我把腿凹到這種極限角度的時候 他下半部這裡的球頭就脫落了 那因為他是整個現在這一堆零件裡面 所以我也想不出來要怎麼樣把那顆球頭再尻出來去連接在這邊 就整個很沒解 而且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這些金色的零件感覺都脆化了 所以我也很怕說如果我把這裡拆掉 這些東西會斷光光 所以我也不敢拆掉這些外甲下去 把那個球頭再挖出來 而且這個現象就是兩隻腳都發生 所以我另一隻腳這裡 你也是看不到那個球頭的 上面這裡這個球頭的反光其實會很明顯 下面這裡就沒有 因為他這邊這個球頭就掉了 就脫落了 那我就覺得這好討厭 他這裡這個腳步 這一根腿部的骨架 其實他沿用了類似RG那種成型骨架的技術 就是兩個框架直接合在一起 然後他就是一堆零件拼成一條完整的腿部 大家可以看照片 等一下再把照片放在這邊 他就是一堆零件都已經組在一起了 然後你把那個零件剪下來以後 整條腿的骨架其實還要把這個抑壓桿的這個零件 就是再旋轉再調整 再旋轉再調整 就是弄了半天結果出來的成果 我覺得非常非常差 很不值得 然後他身上這些貼紙 就會有轉印貼 然後也會有一般的絲絲貼 這種絲絲貼啊 其實他的邊邊都會還蠻明顯的凹凸不平的 而且這一款的絲絲貼 我會覺得他的裁切做得很 就是他的裁切我會覺得他做得很隨便 像這一塊 我貼貼紙都是盡量沿著他的邊邊 就是讓他貼紙的邊邊 就貼起零件的邊邊 可是如果想要貼的好看的話 其實應該要把他貼紙的邊邊再裁切掉 然後讓這個圓形盡量靠左下角 靠到左下角這個角 我才會覺得是比較好看的貼紙效果 可是因為他貼紙的邊邊就是在這裡 所以如果想要讓他好看 你就是要額外再花心力去裁切掉他貼紙邊邊 然後才會比較好看 那這邊是還好 可是像他手臂這裡 手臂這一條紋路的貼紙 你就是一定要裁切 不裁切這裡會根本沒辦法貼 他會遇到這種凹凸不平的地方 然後還有像這邊 這裡金色底下其實貼了兩張貼紙來貼這個細節 可是這兩張貼紙你貼下去一定會重疊 除非你裁切掉 你把邊邊裁切掉他才不會兩張貼紙重疊 你如果邊邊不裁貼 你如果邊邊不裁切 這兩張貼紙一定會重疊 那個厚度一重疊下去就會很醜很醜 所以這邊就是一定要在自己裁切貼紙 那我就會覺得NG等級這個貼紙出來 你還要自己裁切就很討厭 然後像身上這種紋路就是轉印貼 那可能也是因為他放了十幾年的關係 他轉印貼啊像我這裡 都有出現一些細微的裂痕 這個裂痕我覺得可能就是 時間久遠連轉印貼都有點 材質都有點裂化 好把武器都拿掉來看他的可動度 首先頭是一個雙重球關 頭接脖子一個球關 脖子根部一個球關 可是因為他 頭這裡是這種頭盔的造型 所以他其實 光是單純的左右旋轉 其實就都會 你就都會覺得他有卡到有卡到 更不用說抬頭低頭 他幾乎完全沒辦法抬頭 完全會被這個頭盔的下緣卡到 然後左右扭擺其實也都有一點點角度 但就是很微弱 手臂旋轉沒有問題嗎 沒有其實他這個肩膀這一塊 其實是蠻大塊蠻會卡你的 就是要稍微閃一下閃一下 那如果沒有把後面這些武器拿掉啊 他就會更卡 再來他是有做蝴蝶關節的 只是這個效果很微弱 肩膀這一塊做了蠻多轉軸的 他很像很像SMP那種一堆轉軸連接的零件 這樣他是可以這樣整個拉出來 然後這裡還可以上下調整的這種關節 只是這個手感緊到有點可怕 然後這裡也還有一個轉軸 所以理論上他這個肩膀這一塊 是都可以往外閃開來提供他可動角度才對 只是我就覺得他這裡做這一堆轉軸 反而讓他把玩上很違反直覺 就是你等於是要先利用這個横向的雙重軸 把這一塊整個往外拉以後 他才會有比較多的空間 讓你可以再去動其他的轉軸 那這個手感又確實是蠻可怕的感覺 好像隨便一拗他就會斷 這裡用了這一堆轉軸零件 我覺得效果反而可能不如你隨便用一個雙球關下去做 效果搞不好都會更好一些 就這一堆轉軸我真的覺得一方面是凹起來很違反直覺 另一方面是這個手感真的是很可怕 那你花費一番心思把他稍微往外拉以後 手臂平台才可以抬到這樣 甚至不到90度 要再加上根部這裡的關節 他才可以抬到90度 以上 也是有一種他費了一番功夫 可是表現出來就是差強人意的感覺 那手臂這裡有上手臂的平面迴轉 手肘關節是兩重關節 他這個下臂的外甲也有一個雙重軸在裡面 你是可以把它往外拉伸去閃過這個管路這邊 這個干涉 但我也覺得這裡其實就是怎麼閃 好像也都沒辦法完全閃開 就是他雙重關節的凹著極限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沒有裝手臂外甲 他其實整個關節的表現應該是會更優秀的 拳頭這裡是一個簡單的球關 然後手指的可動是拇指這裡一個球關 食指這裡一個球關 其他三根手指連在一起 再來 腰本身是可以彎腰的 有這樣子的後仰跟前彎的幅度 可是相對來講 我覺得他反而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 他不曉得為什麼這裡沒有做任何遮醜零件 所以 這裡正面看過去就會是一個很大的空洞 這一塊我覺得超級沒辦法理解 為什麼會是這樣不遮不掩的一個大空洞的構造 就 就為了讓他有這個彎腰幅度嗎 左右彎就只有一點點角度也是有的 旋轉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但 就是只能轉這樣 可能左右各轉個15度 就會都會被造型限制住了 然後 前裙甲 他 這裡 一二三四 每一層都是分開的 可是實際上他 並沒辦法說一層一層都可以彎折活動 這裡我也是覺得 他一層一層分開做 可是 整個活動性其實會覺得跟後面這裡一整片是一樣的 這整個是同一片 活動性是這樣 這一片活動性是這樣 哪有差 這裡我也是覺得他在組裝上花了大功夫 可是實際上效果就是非常有限 只有這一節比較明顯 他可以跟上面這一節分開動 讓他增加一點點角度 底下這幾節照道理來講 應該都要可以達成這個效果才對 可是實際上他就是 因為他整個造型就是卡得很死 所以實際上他幾乎就是 就是彎不出那個彎折的效果出來 這裡我也是覺得 這個設計到底是在幹嘛 就是 但是這一隻真的渾身上下都充滿這種感覺 花了很多功夫 可是實際效果就沒有出來 然後仔細想 我在拍Motoroid的影片的時候 也常常有這種感想 到底 然後 腿部這裡 這一隻我覺得最討厭的地方 就是他腿部甚至寬部是一個大球關 然後他就是靠這個大球關來做大腿的外擺內收 他沒有額外做一個獨立的大腿平轉關節 所以我會覺得他這邊 腿部的外擺內收會 角度會比較不夠用 沒辦法擺出很誇張的pose 然後腿部側踢 他也只能踢到這裡 只能踢這樣 那他寬部有做一個下拉關節 可以把他整個關節軸的位置往前挪 在這裡 那這個下拉式關節 把他的關節軸往前挪以後 他腿部前踢 可以踢到這樣 再把前裙甲掀開 他腿部前踢可以踢到這樣 算是非常優秀的角度 可是他的側踢就還是沒有救 因為他真的就只是一個很簡陋的球關而已 然後膝蓋折到極限 可以這樣整個貼平 大腿貼平消退 只是就像我一開始講的 這樣貼到極限 他下面這裡的這個球頭 這個抑壓的裝置就會脫落 那其實他下段整個抑壓裝置也都隱藏在這裡面 他也沒有達成任何裝甲連動效果 所以我會覺得他沿用了這個複雜的骨架 可是完全沒有發揮這個骨架的優點 就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不知道為什麼要沿用這個版本的骨架的理由 那他腿部這邊也沒有任何可以張開的裝置之內 然後腳踝就是可以這樣子 非常輕微的貼地 前後活動 左右旋轉 就這樣 OK 那這一隻就介紹到這邊啊 真的玩起來超級不痛快的一隻 就是他身上真的是 各種在 就是他真的是各種在組裝的時候 讓你花了一堆心力下去組 可是最後組起來他的成果啊 又好像真的並不值得你搞的那麼複雜 就真的讓人覺得到底做的這麼複雜幹嘛 實際上效果就真的很一般般 很有一種在做無用功的感覺 尤其是這個腿部 我覺得以現代的眼光來看 他大腿沒有獨立做平轉 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整個都很不滿足 唯一的優點可能就是這個武者的外型 真的跟鋼彈融合得很好 就是這個外型真的是沒話說 然後他的武器通通都可以掛在他身上 背後這邊三個掛架 再加上腰側這個掛武士刀的掛架 就是利用這些掛架把武器通通掛在他身上以後啊 他就沒有任何其他多餘的配件了 也算是蠻清爽的 但還是不推薦回頭去搜這個舊模 真的舊模組起來好痛苦喔 好啦那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